好,各位奇友大家好,那这番棋是柯杰对战谢柯在12月30号进行的另外一场往期赛 谢柯直黑,柯杰直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布局的步调都非常快 然后黑棋在左边拆边,白棋往上方一碰 接下来的这个定型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走法 黑棋围住左边的空,白棋把外侧走后 之后白棋抢到一个先手,可以选择在右上方点33 这样下白棋也非常实惠 实战白棋还是决定扩张下方这一代的模样 黑棋选择二路拖,这个手段并不是非常常见 白棋扳住,黑棋切断,白棋打持,黑棋反打 这个时候如果说白棋站上的话 虽然说左边这个棋形比较扎实,但是黑棋多了一手反打 那黑棋在这一代,腾螺就会更加容易一些 实战白棋提掉,不想让黑棋有太多的借用 但是白棋左边这个棋形,稍微出现了一些问题 实战黑棋往左边一飞,白棋打持,黑棋沾上 白棋再一冲,黑棋打持,白棋切断 黑棋再一提,双方就要拼这个截针了 虽然说白棋的截材非常多 白棋在右边一冲,黑棋挡住,白棋再提截 但是黑棋直接往二路切断的时候 白棋还是有些头疼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选择打持的话 那黑棋再提截,很明显 多了这两手棋的交换 这个截对于白棋来说就变得更重了 所以说实战白棋还是选择战截,黑棋打持 这个时候黑棋针子有力 但是白棋可以选择在右边一针 实战白棋往上一扳,黑棋切断 这个时候AI的建议是白棋选择往左边小尖 黑棋上方补一手的话 那白棋就跑出下方这颗子 这个地方还是非常严厉 实战白棋还是决定先在右上方掏空 点三三 黑棋往右边一冲,白棋贴住 这个时候就看黑棋如何定型了 如果说黑棋想要吃住右边这两颗子的话 选择二路斑 那白棋先在右边交换一手 然后再往上先手一虎,黑棋右边补棋 这样的话白棋上方也有一些木树上的收获 而且这个棋型也比较扎实 白棋也可以满意 实战黑棋单长 白棋往右边一扳 黑棋再一冲 白棋往左边一跳,分段黑棋 黑棋小尖,白棋先手一挤 然后再往上一扳 但是很明显,白棋右上方这个棋型断点非常多 实战黑棋先往右边切断 白棋打持,黑棋再上方切断 如果说这个时候白棋直接选择沾上的话 虽然说黑棋阵子不利 但是黑棋可以选择跳架 在这一带简单定型 再往外一扳 因为白棋右边这一块也比较单薄 所以说形成作战的话 黑棋完全不怕 实战白棋先往右边补一手 把这一带的棋型补完整 顺势引针 那黑棋下方这个棋型 一般来说补棋的话 会选择补在这个小飞的位置 实战黑棋直接往右边向步飞 还是想对白棋右边这一块造成一些威胁 看上去好像黑棋这块棋的联络 稍微有些问题 实战白棋选择直接往左边一穿 但是现在白棋直接在这定型的话 其实并不便宜 实战黑棋冲端 白棋要是反冲一手 那黑棋继续往前一冲 然后提掉左边这颗子 白棋要是往右边一拐 那黑棋继续往右边一冲 很明显白棋右边这一块已经被碰伤了 而且白棋下方这一块 再往外冲一个黑棋绊柱 很明显还是白棋比较勉强 所以说这一代作战 黑棋完全不怕 实战白棋跑出左边这颗子 其实白棋还是不便宜 因为黑棋打吃完之后贴住 白棋只能选择断打 这样的话 黑棋在外面先手打持 黑棋这一代走的铁后 然后再抢刀一先手往右边一虎 那白棋右下方这一块还是没有安定 所以说现在白棋稍微有些困难 实战白棋往右边一跳 黑棋贴住 先选择分断白棋 白棋在一般扩大眼威 黑棋长 白棋打吃完之后 再往右边一跳 要求黑棋连回 黑棋在连回之前 先选择冲击白棋的保位 往左边小尖 白棋粘上 黑棋再贴住 这样的话 白棋中间也必须要补断 白棋跳一个 接下来AI认为 白棋下方这一块 现在并不是很好杀 所以说建议黑棋 还是先把右上方这一块安定 这样的话 黑棋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实战黑棋还是起了杀心 选择在下方挡住 白棋往右边补一手 黑棋还要点进来 白棋再一冲 黑棋挡住 白棋在右边挡住 然后黑棋冲完之后 直接点进来破眼 下的也是非常凶狠 但是我们注意到 其实黑棋外面的这个包围圈 还是有些保围 实战白棋先在右边切断 那这个地方 黑棋的断点还是比较多 实战黑棋打持 白棋一路扳 黑棋体掉 体掉是最为后世的一个走法 但是右下方 白棋扳完之后再一打 这个都是白棋的先手权力 这几手棋的交换 黑棋的目数还是比较亏 关键是白棋右下方大龙 现在完全不用担心 实战白棋选择一路立 黑棋贴住 然后白棋再一站 虽然说黑棋有一路小间的描手 描着白棋左边的断点 同时右边还有个扑截 但是白棋完全不怕 白棋只要站上就可以了 黑棋扑截 白棋就提截 黑棋在上方断打 白棋站上 黑棋再提截 因为白棋直接就可以从一路连回 这一带的定型黑棋不便宜 因为本身右下方白棋这一块就成不了太多的目数 现在白棋简单连回 然后右下方还有个结针 所以说黑棋稍微亏了一些 接下来 黑棋还要把上方这一块安定 那AI的选点是黑棋选择大飞 因为走在这 黑棋的棋行就非常扎实 就算外面被白棋封锁的话 黑棋以后在右边打穿之后 站上 白棋往上方一提 黑棋再打持 还是可以原地安定 实际黑棋往左边来了一路 那白棋往这一飞 黑棋的这个联络就出现问题了 黑棋靠住 白棋往左边一顶 这个时候黑棋只能选择往上一冲 白棋反冲一手 黑棋挡住 白棋再往上方打持 黑棋沾上 白棋再一提 那很明显 黑棋左右两边都有一个断点要补 那现在黑棋只能先选择 补掉左边这个断点 白棋再往右边冲断 黑棋打持 白棋沾上 这个时候黑棋真子不利 所以说黑棋只能 起掉右边这一块 打持完之后再一打 白棋沾上 黑棋再一打 白棋提掉 黑棋打持 白棋再一站 这边的定型 不仅是黑棋亏损了一些目鼠 而且黑棋外面的断点非常多 一手棋也没有办法补好 实战黑棋站上 然后白棋在左边断打 那接下来 黑棋还是应该选择 先往左边一冲 白棋提掉这颗子的话 对于黑棋来说影响并不大 关键是黑棋要想办法 围住上方的空 如果上方的空能全部围住的话 那黑棋还有一些优势 实战黑棋选择站上 白棋往这贴住 那这样的话 黑棋上方这一块还要继续连回 白棋顺势补断 黑棋再往左边一跳 首先黑棋上方的空 就显得有些扁 而且还没有完全围住 实战白棋先往右边 先手打吃 黑棋提 然后白棋再往中间一飞 连回右边这一块 而且白棋中间还多了一些潜力 接下来 AI的建议是黑棋选择在左边破空 点进来 然后再一尝 白棋往这封锁的时候 黑棋往左边小尖 因为白棋上方这两块棋 还没有连上 所以说白棋要补一手 黑棋顺势往外突围 黑棋的联络肯定是没有问题 这样下 黑棋也非常不错 实战黑棋选择在右边打持 白棋站上 然后黑棋往中间靠住 这个地方 黑棋还是想对白棋的联络 造成一些威胁 但是被白棋抢到一个先手 现在上方动手的话 黑棋就非常头疼 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想要连回 先选择 在上方靠住 那白棋往右边一顶 黑棋往前贴住 然后白棋切断 黑棋打出完之后二路立 那这两颗子被白棋吃掉的话 黑棋的目数损失还是非常多 这样下黑棋也不能接受 实战黑棋往二路拖 然后白棋往左边一搬 黑棋再往上方一夹 白棋先手一顶 然后左边粘上 黑棋贴住 白棋再往右边切断 然后黑棋打持完之后二路立 白棋打持 黑棋往左边贴住 那上方就形成一个对杀 白棋一路搬 这边还有一个结阵 黑棋打持 然后白棋先在中间这一带造结材 扳住 黑棋往右边一冲 白棋贴住 黑棋切断 然后白棋再选择往上方断打 拼这个结 黑棋踢结 白棋在中间的结材还是非常多 打持 黑棋单长 白棋再踢结 黑棋往左边一长 白棋打持 黑棋再踢结 白棋再往右边打持 那这个时候黑棋只能选择转换 站上 白棋再踢 那很显然这个转换黑棋又亏了 本身黑棋上方增长的这个木树非常有限 白棋中间提掉这两颗子 获得了一些木树 而且白棋非常厚 中间这一带的潜力就要围出来了 接下来黑棋往左边一飞 白棋往前一压 黑棋连回 然后白棋贴住 其实这个时候黑棋的空已经不太够了 白棋往上方打持 然后黑棋 先选择在右下方补一手 白棋往上方先手一提 然后点刺 黑棋连回 白棋再往左边走一手 黑棋沾上 白棋在中间围空 黑棋往左边一跳 白棋点刺 黑棋冲一个 白棋反冲一手 黑棋一路度过 然后白棋沾上 黑棋再往左边定型 之后走到黑棋往下方一扳 白棋往右边跳刺的时候 黑棋就认输了 因为现在黑棋这两颗子也沾不上了 如果说黑棋选择沾上的话 那白棋往右边切断 黑棋打持 白棋沾上 黑棋再往左边一顶 白棋直接往左边一长 这样的话 黑棋大龙也死掉了 所以说白棋往这儿跳刺的时候 黑棋这两颗子 肯定是沾不上了 那这样的话 黑棋又会损失一些木树 黑棋的木树肯定是不够了 所以说走到这儿 黑棋就认输了 好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就给企友们带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企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